你们看,这有一架飞机,但它不是用来坐的,是用来吃饭的餐厅,旁边是平民库山。 大家好,我现在在阿富汗,我现在今天准备去看一下这个飞机餐厅,在这边还是挺聪明的,算是网红餐厅。 现在进来了,二层,这不像飞机啊。 大姐说还得上一层,这是那个飞机餐厅,啊,这儿呢,看到飞机了。 听说这一架退役飞机,然后现在是餐厅,好像没人啊,不知道能不能跟着吃饭呢。 这好像入口,先来这边,酒地,是看电眼的吗,酒地都出来了,三地我都没看过几次呢。 上这看看,还有那些是飞机座椅吗,好像是飞机座椅,下边,废弃的飞机座椅。 这是供电的吗,这儿进不去。 你们能看到里边吗,能看到,好脏啊,里边,飞机驾驶位好脏啊。 我去那边看看,可能要从鸡尾进,屁股那块进。 现在大家进来了,要买张票,100阿尼人民币10块钱。 下边还是个游乐场,一个人没有,真是一个,只有工作人员,下边有工作人员,然后玩的都没有,这还有个舞台。 然后,平民顾山,我现在进去,靠着,也可以在外边吃。 登记了,家人们。 空姐坐的地方,是吧,这是饮料,这是,好,改成餐厅了,我还一直飞机座椅,真改成餐厅了,不过好像就这么大,啊,这个是这边菜单,先看一下,刚看了一下,就价格的话,是偏贵的,那这种多人套餐。 啊,阿凡,阿尼和人民币的话,出一时,这两千八,人民币和人民币就两百八,大概,值多人的,不看这是烫什么,白河汤,米饭,我可以来这种大米饭,这是,special cup,羊,羊排,好像是, It's a mushroom,啊,小哥听不懂,是,披萨,三十五,六十,七十五,吧,这边也, 是炸鸡翅什么的,二十块钱,嗯,这边是鸡肉,lamb,羊排,鸡肉,ROSA是啥,就不知道,汉堡什么的,这个,价格的话,嗯,怎么说,跟国内算是,跟国内算是,还行便宜的,跟阿富汗却,绝对是算贵的了,是沙瓦嘛,在格鲁加也有,三点只,面什么的, 就算是,饮料,什么的,大杯二十,中杯十五,小杯十块,果汁,茶跟咖啡也十块十五,还是要米饭吃,好久没吃米饭了,嗯,看不懂这个,我,我先点一下, 小哥刚下去,刚点完餐了,然后我一个人给大家再看一下,这儿,这是,这能打开吗,哦,这上面还能打开呢,这储仓,啊, 这边你要门票的话十块,然后这边饭的话也,还行吧,嗯,人均也得,人均便宜一点,你要点饮料的话,嗯,这是什么,这个紧急舱在哪呢,我没吵到紧急舱,哦,紧急舱在哪, 是紧急舱,哦,我拉这个会不会让我赔十万块钱,啊,前面有空调, 对,对,对,说价格,呃,你要跟着,跟着,跟着吃饭,加喝喝水,然后加着门票钱的话,也得五十块钱了,说实话,啊, 五十块钱在阿富汗绝对算是贵的,哦,座位在这,座位呢,座位在这,五十块钱在阿富汗绝对算是贵的,这边人均工资的话就不到一千块钱,一个月, 五三五千五啊,他们一天工资可能就二三十块钱,二三多六,也就三十块钱左右,可能也就这样,我握了很多本地人, 他们都说这边工资的话也就一百美元,一百多美元,也就是七八百块钱,不到一千块钱,就这样, 可能这边同时来吃饭要两天的工资了,对我来说我也有点肉疼,我点了份饭,花了四十块钱吧,差不多,我就点份饭, 我刚才想点那个芒果果汁的,没有,只有那个苹果汁,还有一个特殊果汁,我不想喝,然后想点冰淇淋,草莓冰淇淋也没有, 然后我就要一瓶水,要一瓶水的话是二十两块钱,炒饭,我要的基础炒饭二百五,加门票,一共是二百五,三百五,三百七,人币三十七块钱, 不过这个门票之后,买了之后,小哥没有四啊,可能还能,下次来还能再用,就不用买门票了,有人想要这个门票的吗, 十十块钱日币买的,我,我多少钱出了呢,有想要的可以评论区留言啊,我把这个门票带回带回国,以后你们来阿富汗玩可以用, 上面有日系吗,应该没有吧,像你们来阿富汗可以用,可以省十块钱啊, 头顶上还有灯,这个按了能响吗,开灯关灯能用,这个,这是呼叫充务员的,不管用了, 这是,这是救生衣啥的,你看, 看我在这儿,有种坐飞机的感觉,就好脏啊,也不擦它,够脏的可, 你看到了吗,外边有人玩过山车, 但是,一二三,三个人嘛,不是三个人,就四个人在玩那个,你不要管,叫什么来着,我在尼泊尔也有玩。 OK,现在饭到了咱们,鸡肉炒饭,好几天没吃米饭了,我就点份炒饭, 然后饼,这边饼,应该是免费的,在这边吃饭,中东吃饭,大概都会给饼,这瓶水是两块人民币, 呃,封面,在外边拍,拍飞机我不在里边拍封面,先尝尝吧,看起来不错啊, 鸡肉,看着脉象挺不错的,颜色什么的,里边有青椒,胡萝卑,香菜,鸡肉, 嗯,大概就这些吧,嗯,还有花,还有那种彩椒 嗯,还不错,有点那个中国炒饭的味儿,嗯,就是,偏甜,甜的这个炒饭是,甜辣味儿的, 炒饭我还是比较喜欢,是咸的,这个酱我看什么, 哦,番茄酱还是甜辣酱, 红色的, 甜辣酱还行吧, 其实我更更想想要点盐,吃点咸味儿的,这还行吧, 但还不错啊,25块钱,也还行 Chen 饼 饼 这饼的话应该是一块钱一整张 应该是 我意思如果在外边买就好 终于吃到中式炒饭太棒了 我超级怀念中国吃的 超级怀念已经受不了了 啊 头发越来越长了 喝口水 糖上这个两块钱的矿泉水啊 嗯就是矿泉水的味 bottle drink water 350毫升啊 还不错啊 我大家有机会来这儿 可以吃这个鸡肉炒饭 不错啊有点中国炒鸡肉中式炒饭的味儿 而且价格算 算是便宜的了 25块人民币 其他的话 可能要三四十了 就算便宜了 嗯 这个水 这个水啊 嗯 收据250加270嘛 嗯 250加270 加上门票 370 37块钱 其实 对我来说还挺好的 挺安静的 就我一个人在这儿 这么大的吃饭 我是挺喜欢的啊 我不喜欢太炒的 嗯 吃饭就啊 小孩一直炒着炒 很炒那种 很麻烦 环节还行 也算是干净 这块 挺干净的 也没什么异味儿 不像阿富汗街头 真的阿富汗街头 没有工作所 没有工作所 所以很多人随意大要便 阿富汗街头就一股尿骚味儿 而且 而且这边人随地 涂瓜子 这边人爱吃瓜子 随地涂瓜子皮 随地扔垃圾 街头就很味儿 然后很脏 这边还真是挺干净的 这餐厅 还可以 给你们看一下 还不错啊 还有饼吃了一半了 这一直没有人的话 怎么赚钱呢 这块 这油热场 没人呢 不知道 不过这飞机不错 有钱的话 我还想 买一个这种包废飞机玩儿 放家里 弄个卧室厨房游戏厅啥的 应该挺贵的吧 如果以后有钱的话 有机会的话 挺装逼的 对不对 别人家都盖 盖房 可能盖两三层 我家我直接弄个飞机啊 挺好的 可以现在吃完准备离开了 我身后有一家本地家庭也来这看了 他们可能就是来拍照不吃饭的 现在我再拍个封面吧 看看 嗯 嗯 这儿 架上当封面也还行 好像 好像也没那么好 我再找个角度 拍个好封面 就可以溜了溜了架上去 没有好角度 这飞机太大了 好 跟这儿吗 这还不是刚才那儿呢 不然以后我去下边拍一下 现在来下边公园看看 还得给三块钱门票钱 有点坑啊 这是刚吃饭的地儿 这个项目在哪儿买呀 其实说话我也没那么想玩 刚吃饱 一会儿再吐出来 是吧 把这儿瘀着 我看看多少钱啊 上面有画图 旋转木马五块人民币 摩天轮也五块 这也是 这是什么 这是甩的旋转木马六块 基本的五六块人民币吧 那个算是跳楼机似的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八块钱 大概这个价格还好 这样子这样子还行 这机方面大概就这样了吧 我随便接一张 然后身后的一帮二十多岁小伙子 要玩那个旋转木马了 也不是旋转木马 还挺刺激的这个 这还挺刺激的 这儿还有个小孩的小火车啥的 然后大概就这几个项目 一二三四六七个项目 七八个 我忘了这个游戏叫什么名字 你们看这个漆都掉没了 这岁数挺大 对吧这个 大水龙头给你们瞅瞅 好大 OK吧 那这机差不多这样了 然后那个飞机餐厅呢 人均的话说实话 要差不多四五十人微密了 食物的话 味道还行还说得过去 旁边还有个娱乐场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来这边玩 在地图上搜搜哪 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之后 这个地方还是有点远的 搜什么 City Park City Park 搜City Park 就得在那个地图上找到了 这个地方 行那这就这样了 大家觉得还行帮我点点赞 关注什么的 就这样了 好累啊 回去了拜拜